近些年经济已时在世界各地活了起来 这些人致力于在这些不单壮大的活动中赢得胜利 确实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活动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不过小白看了不仅仅是心疼食物 胃也在一阵间的抽筑 比赛赞助商会提供巨额奖金 因此吸引了大批军参赛 同时现场和在线观看人数能超过几百万 这些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吃下大量的食物 高达几千大卡 吃这么多未能受到两毛 今天我们有三位主角 长发妹,猴子哥,饥饿新秀凯尔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经济世界 长发妹29岁,外号吃货机器 YouTube上有超级多的粉丝 别看她吃得多,但她身材却很好 因为她同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每周去健身六次,周日也不休息 所以吃得多消耗的也多 她一分钟能吃掉3000卡路里的热量 创造了很多世界纪录 吃得那么快,这么多 是有技巧的 你们能看得出来吗 今天,她来到一家餐厅 接受一次绝望的牛排挑战 牛排高达四磅重 有牛排蔬菜等制作 普通人30分钟吃完 长发妹准备15分钟搞定 这对她来说小菜一碟 她的目标是成为英国经济时刻的No.1 但有个男人挡住了她的路 那就是胡子哥 他们俩会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汉堡 正面交锋,欲绝刺雄 胡子哥,人数外号,胡须肉 我猜这外号援养她的大胡子 她可以一小时吃掉10磅的食物 在赢得多次比赛后 她辞去了股票经济的工作 专制于经济饮食 她和长发妹算是英国经济饮食的顶端了 她今天要挑战吃牡蛎 一分钟之内要吃掉36个 她控制的节奏 30秒,挑战成功 老板都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旁边的阿姨眼神却是怪怪的 她说她只要进入吃牡蛎大联盟的前三名就可以了 那样就能拿到丰厚的奖金 接着她又去挑战吃三明治 她需要在30分钟内吃完5个大三明治 结果她轻松的在12分钟内吃完了 然后把自己的照片高高的挂在荣荣墙上 老板直言她是吃得最快的那位 但是她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那就是吃货新西偶卡尔 人称饥饿 她一次可以吃掉17磅的食物 她对自己很有信心 人虽年轻可是实打实地能吃 很多当地的食物套餐都开始以她的名字命名 她的肌腹都敬亚于她的食量 妹妹也很看好她 希望她早动巅峰 今天她参加当地甜品店的一个挑战 华富饼派6000大卡 9分21秒挑战完成 老板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眼光 接着她又走到胡子哥去过的餐厅 挑战吃完他们的整个菜单 烤鸡蛋 烤火鸡 烤土豆 薯菜 学一个超大三明治 凉费天天等 超过一万多卡路里 她打算半个小时之内吃完 并把她的照片贴在传奇之线上 挑战开始 两分钟内吃完了全套英式早餐 四分钟烤肉晚餐 接着是三明治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不到五分钟 周围的顾客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眼光 吃完一半后 她开始想呕吐 但她还是坚持到最后 最终不到44分吃完了 虽说时间长了点 但是量确实很大 让我们回到胡子哥和长发妹这边 他们终于正面交锋了 感觉像是参加奥运会一样 他俩是英国队的代表 但是这不是团队赛 比赛开始胡子哥狼腿虎咽 长发妹使用绝技把15挤压 送她嘴里 两人不分上下 最终长发妹以9枚优势赢了冠军 胡子哥获得第二名 赛后长发妹又接着挑战世界纪录 她要以最快速度吃完墨西克卷饼 目前的记录是50秒 大家都很紧张 旁边会满了群众 终于都很期待 这个妹子怎么打破记录 比赛开始长发妹像吞吃鸡一样 食物不断地被送入嘴里 吃完一脸懵 大家都没有公布结果 只是看着她 挑战失败54秒 我更认为她吃得太干净了 所以耽误了几秒 她不甘心地要求重来一遍 44秒挑战成功 激动了无以言表 大家会以热烈的掌声 在这些比赛后面 有一个人开始关注这些事 海伦博士 她和饥饿新秀 又约了一次见面 她钦佩又担忧地 看着饥饿新秀的视频 两一见面都很好奇 海伦博士关心地问道 她一顿顶四顿的饭量 是怎么消化的 而且还没有变胖 密集就是赛后断的身体 但海伦博士还是担心地说到 她患有胆药病和心脏病的风险 在增大 并向她展示了 大量进食未被称大的情况 看起来不可思议 凯尔也被惊惊到了 海伦博士说 多时可能会导致胃穿孔 会面后 凯尔决定定期体验身体 但是医生的劝告 并没有拦住她的脚步 接着她就与超发妹 进行了正面交锋 比赛吃超大热狗 两个人 一个是速度王 一个是大尾王 胡多哥有事错过了这次比赛 很遗憾三巨头 没能同中赛台 从事参加比赛的还有迪恩 他们要在30分钟内 吃完一个超大热狗 伴随着人群的尖叫声比赛开始 两分钟后 敌人退出 只剩下冠军和新秀 最终长发妹6分钟吃完 凯尔卡尔9分钟吃完 他的优点不是速度 是大胃 这让他有些吃亏 但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与这些专业人士的对抗比赛 总能让他收获一些经验 视频到最后 胡多哥参加吃牡蜜大赛 赢得第三名 长发妹也收获了一份获奖证书 至于饥饿新秀卡尔 依然在坚持着他的梦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白夜雨梦 我小白 咱们下期见了 拜拜